粥很燙 吹涼了再吃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海鮮粥 沒有男朋友的也好自己動手哦 鍋底一層剝油放入蝦頭炒出蝦油 加水你就得到一波熱騰騰的蝦湯了 喜歡吃青粥就少下一點大米 喜歡吃濃的就多下一點 半小時後加入自己喜歡的配菜 關鍵就是最少花生醬 爛粥的味道變得更香濃 在下著小雨的天氣裡躲在飯店裡面來上一碗 別提有多愜意了 快做給你愛的人吃吧